来到10月19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新闻产先报 我是凯旋 马大新青年前主席黄晏歌 本月14号在毕业典礼上举牌抗议 要求发表种族言论的副校长阿都拉辛辞职下台 之后却引发毕业证书被扣押的风波 激起千层浪 来到今天 黄晏歌总算拿到了9等的毕业证书 看记者黄智震的采访报道 黄晏歌在三天前到马大领取毕业证书 却被校方以证书有污字为由扣押他的毕业证书 他和另一名被阻止参与毕业典礼的毕业生关华恩 在今天早上11点再度来到马大 这一回他们总算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马大在今天较早前也透过声明成心 校方并没有扣押任何毕业生的毕业证书 但黄晏歌驳斥校方的说法 因为毕业生原本可以在归还毕业袍的时候 领取毕业证书 但他在今天才拿到证书 黄晏歌也强调 他并没有像校方所指的一样 破坏或骚扰毕业典礼 他说他是基于副校长阿都拉辛 在马来人尊严大会上发表种族言论 但副校长一直躲起来不做任何回应 他才会在台上表达抗议 要求副校长辞职下台 此外黄晏歌也要求马大在捍卫言论自由方面 讲到做到 应该马上撤销对他的报案 黄晏歌也说 他随时准备好与副校长阿都拉辛举行会谈 但前提是 校方应该先撤销警方的投报 中国报行之政采访报导 谁都没有想到 修车厂老板竟然也是偷车集团的首脑 他找来11名同党 专偷旧款国产车 在肢解分拆零件售卖 短短两个月在雪龙两地 干下30宗案件 偷走21辆轿车 警方掌握该集团活动范围后 在本月16号到乌鲁雪兰儿 一间废铁公司展开突击行动 最终逮捕12名男子 并起货21辆试车 警方指出 有关集团今年8月开始活跃 专门偷走停在路边的轿车 再拉回车厂分拆 警方也呼吁 任何人如果曾经向这些车厂购买零件 立即现身提供详情 镜头转向马六甲 马六甲埃及勒收费站前方 今早发生载运化学物品罗里翻覆及危险化学品溢出的意外 截至下午2点 现场还在清理 意外也导致部分通道暂时关闭 其中从吉隆坡及新山要进入马六甲的车辆 暂时不能使用爱及勒收费站 甲州消整局今早11点半接到投报 出动20名消整员援助 来自亚罗亚野消整局危险物品特别拯救部队及五级卡迪消整局的水车也到场协助 迷魂党无处不在 一不小心就会遭殃 一名华裔女子日前在吉隆坡中环车站附近遇见迷魂党 只被对方轻轻一碰就短暂失去意识 在对方操控下到银行申请个人贷款 还将刚领得2000令吉薪水 双手奉上 受害者胡小姐指出 他在上个月30号晚上9点 在吉隆坡中环车站提款后 准备到隔壁购物商场 突然被一名拿着调查问卷的青年男子拦住 他以赶时间为由拒绝回答对方 怎么知道对方穷追不舍 一路跟着他到商场 他无奈停下脚步 后来另一名青年碰他的右手臂 几秒后他感觉自己整个人失去意识 完全没有分析能力 犹如人偶般任人摆布 还被带到附近银行 准备以他的个人名义申请贷款 但当时刚好有关贷款系统故障 迷魂党就指示胡小姐到银行提款 胡小姐过后在这有关迷魂党成员 到士拉秦的某购物中心途中 男朋友曾经打电话给他 但他没有向男朋友求助 反而告诉对方再开车 便将电话挂掉 错失求助机会 胡小姐在事后希望说出这个经历 借此提醒民众要加以提防 患癌在现今社会越来越普遍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指出 国内有超过十万国民 患上各种癌症 部分患者都在疾病晚期才确诊 因此存活率都偏低 尤其是肺癌 他指出 在五个最多人患上的癌症中 有一半患者在发现时已经进入晚期 导致存活率偏低 其中肺癌在众多癌症中 存活率最低 五年内的存活率仅有百分之十一 李文才也提醒国人 应该时刻进行体检 以避免癌症晚期才获得确诊 措施治疗机会 他也促请国人需要保持健康的日常生活作息 尤其避免抽烟和减少酒精摄取 以降低患癌风险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志 昨天发表3000字公开信 促请特首林郑月娥跟进20名中大生 声称在拘留期间遭警方不合理对待事件 林郑月娥今天就建议校长 鼓励学生在现行机制内作出投诉 段崇志在发表的公开信指出 上周四和学生及校友进行4小时对话后 得知20名学生遭遇不合理对待 包括不允许他们睡觉 得不到医疗协助 入口供货扣留期间曾被警员掌刮 甚至被同性警员强迫脱下所有医务 他认为事情非常严重 警务人员涉嫌不当使用暴力和违反人权 希望行政长官在现有机制以外 做出严正跟进 而林郑月娥早上出席电台节目时 就回应了这封公开信 我只能有讲 段校长外护他的学生我可以理解 但是外护的学生就应该是 好像他在信里面寻求真理 或者真相 寻求真相是要当时人 去讲出究竟他掌握的部分事实是什么 此外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署理总警司江永祥昨天也回应此事 只校长连最基本的资料也没有提出 也呼吁声称受侮辱的学生报警调查 毕竟受虚辱的人士每次说话内容都有少许不同 令人不知道哪一次所说的才是事实的全部 增加警方跟进的难度 另外林郑月娥也证实 昨天收到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的香港嫌犯陈童嘉的亲笔信 表示决定到台湾自首 因此香港政府会安排陈童嘉前往台湾 再由台湾当局接收 目前正等待台方的回应 陈童嘉是因为在台湾杀害女朋友 而让香港政府拟出逃犯条例 进而引发反送中风波的关键人物 林郑月娥指出 当初提出修例 目标不仅处理此单一个案 而是希望堵塞法律漏洞 她承认修例工作解说不足 不获社会广泛支持 配合马六甲州仁爱医院25周年 和柔佛州立康医院成立10周年纪念日 两家医院今天汇集万人同时进行CPR 以缔造大马记录大权 西文的最后带大家看看 万人一起进行两分钟CPR的画面 我是凯旋 晚安 İ moán Respond Call�Node 999 Side of life R slope R kind Right hand Ready 1 2 3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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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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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